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可以 佛性 诗相 这个都可以 而内言经用如来藏来形容 从三个角度来讲这个佛性 也可以称为如来藏 一 空如来藏 站在毕竟空的角度 一切皆非 非就是否定 说是一物极不重 就是禅宗讲的 你讲什么通通不对 空如来藏 站在信空的角度讲 说佛性是什么 是长的 是短的 是青黄刺白 是黑的 是绿的 是方形的 是圆形的 通通不对 说是一物 极不重 叫做空如来藏 一切皆非 非就是否定 不空如来藏 站在缘其的角度 一切皆即 就是肯定 即就是肯定 什么是佛性 是吧 言见就是佛性 耳闻就是佛性 言而逼之身 没有一处不是佛性的展现 山河大地 通通是佛性的展现 所以一切阶级 就是当下 不离当下 一切阶级 活在当下 见一切像 如如不动 就是佛性 不离言起 不坏言起 不坏因果四相 叫做不空如来藏 一切皆即 就是当下 讲空 就一切皆非 讲不空 就一切皆即 就是肯定它 所以佛法是 既肯定又否定 同时超越肯定跟否定 因为这个还是名词 也是头上安头 空不空如来藏 就是所谓实相 实相 无相 无不相 空不空 就是不可思议 绝对的意思 讲也不对 不讲也不对 讲空 也是偏空 讲不空 还是偏有 所以 来一个空不空 如来藏 看看 你能不能进入 不可思议的如来藏心 所以底下 皆非皆即 离非离即 是这样 皆非 就是凡所有相 就是希望 通通飞 射身香味 处罚 射 炎而鼻舌 生意 都是如梦幻泡淫的 空无自信 叫做皆非 也通通通 也通通是站在 圆起的角度 不离当下 不离延起 皆非 皆非皆即 同时 要离非离即 按一个非 按一个否定 也让 清静自信 如来藏心 不争不减 加一个肯定 如来藏心 也是不争不减 不争不减 哪里可以给你 否定 或者是肯定呢 怎么可以让你 头上安头呢 所以离非离即 连这个否定跟肯定 统统要放下 本来无一物 怎么肯定它呢 你怎么否定它呢 就这空不空如来藏 第四节 诸妄之因 一 又起疑惑 宝洁妙明 何因起妄呢 为什么会起妄呢 二 又因就非妄啊 妄即无因 无因故妄 你找到的原因 就不是妄 那因为妄 为什么会妄呢 妄心呢 就是因为无因 所以这个无因 跟外道的无因 大不相同 外道的无因 是 穷追蒙找 可是找不找 所以 另一个无因 没有什么原因 突然出现 没有任何原因 佛教讲的无因 是追击到 无死无名 那意念 原来它是妄动 如果你找到了因 那就不叫做妄了 找到因 就是找到如来葬性了 这个叫做双勾论法 妄一找到 真就显现了 勾住了 真被妄勾住了 妄发现了 真就显了 那么真没有显示 因为妄勾住了 所以 我们要了解 找不到原因 故妄 那么找到唯一的原因 就是这么 就是唯一系的妄念 开始变成出的境界 之左 所以无因故妄 所以佛教讲的 这个无因 是无死无名 无量节 最初的那一刹那 无名的动力 妄就是因 妄就是因 因就是妄 无因 所以故妄 无因故妄 为什么言故你迷了 迷了路呢 就是不知道路 没什么原因 你在高雄市 跑来跑去 你为什么迷路呢 就是因为不知道路 等你找到文书讲堂了 就不迷了 是不是 迷有什么原因呢 没有原因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迷嘛 这样听得懂吗 懂 大家都点头了 第三 顿邪及菩提 顿悟放下 那一念就是菩提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 很重要的 哪一个人最接近佛呢 看谁对放下的功夫 下死功夫 肯放下 还不必下 还不必下课 你就接近佛 百千万劫 放不下 通通见不到佛 记得碰到什么事情 不要一直重复 烦恼 不要一直起来 对于众生的错误 不需要太在意 他有自己的因果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功夫 就是降伏自我 顿邪及菩提 邪及是菩提 放下 而且要彻底放下 这个功夫 这一招 能在平常活得快乐 放下就是 我对生命无常的世间 彻底没有意见 那么你可以自由发挥 像师父就这样子 土地 开车出去 外面 密宗上司 灌顶 我知道 没关系 你高兴就好 你尽量去灌 不要醉 怎么加持 你喜欢嘛 你受益就好 回来 只要好好的 按照我的五堂课颂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为什么 重要的是 我自己的身世 徒弟 年轻 会好奇 他如果是师父 师父这招 就是无招 没有招 没有任何的招 师父这招 就是放下 放下 做徒弟的一顶不晚 想要找出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以前有个徒弟 很好笑的 要去外面掺 跑到一个道场 那个道场的上人 问他说 你亲近哪个上人 他说 我亲近惠利法师 我希望出来掺一掺 他说 你头壳坏掉 我们这里 通通听惠利法师的 我们拿一堆给他看 我们通通看惠利法师的 你还来掺呢 回去回去 他不回来 人各有志 不可强也 是不是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向 志向 有缘吗 我们师父之间相处愉快 没有缘吗 就勉强不得 勉强会造成遗憾 知道吗 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我建这个讲堂的时候 我就做最坏的打算 因为我建讲堂好 只有一个嘛 只有一个哦 找了那个已经往生的 大脚无稽事 来啊 准备做什么 准备晚上送急诊用的 所以在我的门外 外面 找一个无稽事 怕半夜送急诊 自己一个 讲堂只剩下一个 就这样子 所以有缘 我们来相会 为了佛教 为了常住 我们团结合作 实在没有缘 我们互相尊重 你走你的路 你走你的阳光道 阳光道 八线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现在都是八线道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八线道 那么个人走个人的 但是如果有缘 那么就 还结合作 所以 这徒弟啊 去哪里打佛七啊 去哪里打残七啊 去灌点啊 我通通没有意见 因为我早就 彻底解脱自己了 有看 当作没看 你高兴就好嘛 是不是啊 没有什么关系 哦 所以你看 我这个上人 你看 图量有多大 你要写什么 钟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遵守 五堂课诵 节下安居 半夜半夜送戒 我没有什么 特殊意见啊 是不是啊 我绑不住 你的手跟脚啊 底下啊 顿些即是菩提 第五节 阿难起 以未解佛于 而知阴言 阴言是二生能修的 诸法阴言生 诸法阴言灭 我佛大三门 常作如是说 那是佛不得已的讲法 现在任言经 要进行最无上的菩提大法 连阴言都要放下 二三狂言断 及菩提心 好 好比放下来 看我这里 两种人 佛都有办法 两种人 佛没有办法 第一个 善良的人 佛有办法 能度他 善良的人 第二 恶的人 佛有办法 视线神通 降伏他 这两种人 佛都有办法 其中两种人 佛没办法 一 没有缘的众生 佛没办法 无缘的众生 佛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二 神经病的 佛没有办法 佛在世 有一个叫做 眼若达多 他就是神经病 你看 跟佛同一个世纪 同时的人 他神经发狂 在内容经后面 有讲到 叫做眼若达多 这个眼若达多 佛就举这个例子 狂心若歇歇 歇及补体 这个眼若达多 早上起来照镜子 照镜子 在镜子里面 看到自己的脸 看到自己的脸 应该很高兴 他起车韧心 他说 我自己为什么 看不到自己的脸 我这个头 为什么看不到 自己的脸 神经病才会这样 谁这个头 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脸 当然要照镜子 才看得到自己的脸 他就狂奔 他说 我的头跑到哪里去了 我的头跑到哪里去了 就是一直跑 到街道上去 这个神经病的眼若达多 就问人家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头 为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脸 人家后来碰到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说 你的头就在这里 也没有丢掉 我的头是在我的这里 没有丢掉 狂心若歇歇及时补体 佛就问弟子们 说眼若达多 狂走 狂步 奔走 有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 因为他神经病 他神经病 我们现在就是神经病 想要求法 一直奔跑 一直跑 不懂得歇及时菩提 想要求 奔走 参访善知识 奔走 求到 狂奔 懂得一点 少许的 佛法 可是还是找不到 清静自信 所以这个发狂的 因 有什么因 因为他神经病 结果 忘走 虚忘的心 精神病 支持他 一直狂奔 佛特说 狂奔有什么理由 没有理由 因为他 忘 认忘为真 是不是 后来找到头 你不能说 他有失去头 他头本来就没有失 我们今天 找到的清静自信 也是这样子 我们的清静自信 从来就没有失去 是